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塊在Richmond的地帶獨立屋 具體位置是Season Highway 及No.4 Road 我們的門牌地址是9531 Season Highway 為何說這是一塊地 因為大家都看到這間屋的外觀相對來說不算太新 其實它是一個1970年的建築 現在這個區域的話 可能最大的售賣點 就是它可以在一個投資物業 或者之後是有拆遷的可能 例如我連隔壁的地就建造Town House 因為其實在這裏那邊已經有一個Town House屋原建的 它的前身都是好像這些屋地 它的Frontage 即面寬是61呎 深度是123呎 整個土地面積是7500呎左右 這間屋就比較細 這間屋大概是900多呎 我們進去很快看看這間屋 但其實重點主要是一塊地的 我們這裏有一個Driveway進來 這邊是前軟泊車位置 有樹包圍住 那暫時這間屋現在是吉了的 沒有人住 有時會有裝修工人過來做清潔 或者移除一些傢俬 所以室內看上去就未必很整齊 或者很美觀 我們大概了解下一個Layout 其實它的地板、地磚都有更換過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買回來 不是立即用來做拆遷或者東西 都可以先租出去 大家如果不打算買給發展商拆遷 其實這塊地都足夠大家重建建一間大一點的獨立屋 那現在是900多呎 門口進來的話 這兩個床屋遮住了 其實就是客飯廳的位置 後面這裏是廚房空間 然後有玻璃門可以去到後院 這裏是廚房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電器 台面那些都挺原本的 然後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後院 可以和大家去後院看看 我們先看看 它的後院都叫做 再打理得好一點可以好一點 不過都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暫時未有人住 有一個墊 然後後面這裏 直到後面綠色粉絲 都是屬於這塊地的距離 所以說墊深度其實是挺深的 61乘123 一直到後面 你和後排的房間的距離都會挺大 這些旁邊就是衛蘭 也有一棵樹 這間屋的話 它自己也有一個屁股 就是用來儲物 好 我們現在去看看這間屋裡面的東西 其實這間屋這裡有一個特體的墊 這間屁股可以有一個反向出來 另外也有一個可以去主人房 我們由這邊進去 它經過了廚房 這個位置就是放廚房的地方 它現在有一部是舊一些 有一部是換了新一些模特兒 然後去到哪一邊的話 就會是房間的位置 有一間房裡面有衣櫃 有窗在外面大街 然後有一個客廁 另外有兩間房在這裡 一間房 這間房大一點 就向後軟 升浪浪上就會安靜些 最後就是這間房 也有衣櫃 也向前軟 這個房子也是有自己的粉絲 的舍場隔著 也有什麼安全 我們這個房子的位置就是 Sipsyne馬路路 那一間房間是屋隔壁 這個位置其實是北安區 在西門南部 Sipsyn Highway上面 向東邊開車 5分鐘左右 就會去到Iron Wood的墨 那邊就有很多飲食 超級市場、咖啡廓都有 所以五分鐘左右的駕車距離 都可以賣到所有的生活用品 我們可以走到旁邊的屋子 看看現在類似的房屋去改建之後 或者賣給發展商之後可以是怎樣的 其實隔一兩間屋的距離 屋子已經是被發展商買起了 就是建了屋子的 好像這裡以前的前身 都會是幾間 好像我們剛才那樣類似的獨立屋 大家看到以前的駕駛還在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屋子的屋苑 這個項目已經在動工、建建 這個屋子的話 我聽不到自己說甚麼 我聽不到自己說甚麼 還是可以把它變成建建的一間 入到你不用太大聲 甚麼 入到你不用太大聲 我聽到自己說 左右呢 你要進去演唱會模 我已經很大聲 我的喉嚨有點不舒服 很快 對了 這樣呢 在整個人指示給我 我就會找到你 你 我可以說用你